那事實上我想徐曉晴委員 他面臨的狀況也是一樣 因為今天所報導的內容 也有提到說他拿了這個錄音檔 但只截取部分的內容 只釋出部分的內容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有誤導社會大眾之嫌 是不是想要幫助劉相傑從這個案情中切割呢 我想徐曉晴委員在這個事件上 他的說詞好像一台車已經翻了車又翻正 現在又翻過去不知道翻了第幾次了 我後來有向那個當事人取得問說可不可以提供 但是我想是不是等一下在沒有錄影的情況之下 可以播放給大家聽 因為裡面有涉及女生苦苦哀求的部分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內容 並不適合在媒體上面播放 不是林小姐提供給我的 也不是劉媽媽給我的 那是其他的朋友提供給我的 那他有授權給我一部分 能夠播放出來的內容 基於對一個女性保護的立場 那不要播放 這個徐曉晴委員的家務事就讓他自己去處理 那他有可能說他是窒息但不是涉案 不過說到做到我想是所有的政治人物基本的誠信 所以不管是徐曉晴委員或者是徐曉晴委員的先生 當時對媒體對大眾怎麼樣承諾的 那現在有追星報導的 他們應該出來講清楚說明白 那兌現自己的講過的話 我想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好 我個人對他人的關係或者感情狀態 我個人秉持的原則一向是勸和不勸禮 但是我想這個過程中更重要的事情是 為什麼徐曉晴跟劉彥禮的說法一變再變 因為在事件爆發之初 台中市的研考會主委劉彥禮 他自己說 關於姐姐劉相傑涉入的詐騙這樣的情勢 他完全不知情 也知道了劉相傑跟杜秉承被羈押 他才知道這件事 但是今天週刊報導的內容 聲稱在去年年底 劉彥禮就幫助劉相傑去出這個律師費 來去幫他處理詐騙洗錢的官司 那也就意味著最晚在去年底 是劉彥禮就應該要對這個案子執勤了 怎麼會後來今年卻出來說 他對這樣的詐騙的情勢一無所惜呢 所以我想這對劉彥禮來說 是一個很嚴重的誠信問題 那事實上我想徐曉晴委員 他面臨的狀況也是一樣 因為今天所報導的內容 也有提到說他拿了這個錄音檔 但只擷取部分的內容 只釋出部分的內容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有誤導社會大眾之嫌 是不是想要幫助劉相傑從這個案情中切割呢 我想這也是徐曉晴委員要去說明清楚的 所以我想現在社會大眾關注這個案子 第一件第一個是說大家很擔心會不會我們台中市政府的高官 嚴考會的主委以及我們的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到底有沒有涉入所謂詐騙洗錢的情勢 到底有沒有在幫助這樣的詐騙犯 這是大家第一個關心的事情 第二個事情是我想徐曉晴委員在這個事件上 他的說詐好像一台車已經翻了車又翻正 現在又翻過去不知道翻了第幾次了 一開始說這個所謂大姑早就沒有往來 後來被大家起底 事實上還有吃飯都有碰面到 所以後來又改口 那現在劉彥禮的說法也再次遭到推翻 本來說都不知情 現在週刊爆料去年就有聘請律師來協助 所以到底哪一個版本才是真的呢 到底劉彥禮跟徐曉晴委員講的話 哪一個部分是可以相信哪一部分是不能相信 我想大家現在都非常困惑 我想對政治人物跟政府官員來說 誠信是最重要的價值 所以我想在這裡面 目前更嚴重的問題應該是 徐曉晴委員跟劉彥禮主委 他們的誠信受到社會很大的質疑 我想這個部分是他們應該要自己出來 出面跟社會交代清楚的 我會有準備我要講的內容 好的好的先等你們 我頭髮會很亂什麼的嗎 我頭髮會很亂什麼的嗎 好 好 那我把這個也塞爾好了 來 大家都OK了嗎 好 好齁 那麼全案已經進入了司法調查 相信司法會誤網誤眾 一定能夠還我清白 我也百分之百的會配合調查 對於我以及我的先生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那到什麼時候了 我們還要相信詐騙集團的話 不相信便手知足 清清白白做事的人嗎 我這輩子從來不認識 我這輩子從來不認識林渝輪 更遑論他的妻子 所以他所述的內容 我毫無所惜 我取得的錄音檔也非來自於林妻 更非來自於劉媽媽 是來自於劉相傑的朋友 因為當初看不下去 溫朗東先生 他只以臉書的內容 就說劉相傑沒有被家暴 才提供了音檔給我 那經過他授權的部分 我才能做播放 所以我相信當時有很多媒體朋友 在跟我詢問的時候 我都有說過 我能夠提供的只有一部分而已 那我也沒有提供在我的媒體群組裡面 那我認為不論在何種情況來說 說要殺死老婆的全家 都是嚴重的恐嚇 後來法院也正式的簽發了保護令 總不能說那也是造假吧 那至於他們的夫妻之間的關係 所謂有沒有互相的偷吃 那我怎麼會知道呢 再來 林餘倫是否有替我打選戰 我完全不認識這個人 要如何知道他有沒有替我打選戰呢 那我在選戰期間有非常多的爆料 很多人採取的是匿名爆料的方式 我每天都接到四面八方的成形 只要確定是事實 我就會去踢爆 誰會在乎他是什麼姓名 所以我從來不知道 有接過關於林餘倫本人的爆料 至於根據的報導 洗錢案的調查對象 本來就是林餘倫的東林公司 不管是林餘倫 或者是杜炳城 或者是劉相傑 只要犯法 就絕不寬待 應該從嚴判刑 這就是我的立場 至於我的先生跟婆婆的事情 要去請問他們 以及他們的律師 我不方便代為回應 那我只知道很多都並非事實 或許他們再等一會 就會發出正式的律師函 最後我想說 我知道林小姐的先生 被羈押一定很痛苦 但他不應該將這份痛苦 以不實錯誤的資訊 加諸在他人的身上 那不會比較好的 祝福他一切平安順遂 我想問一下 你老公聽說要請辭 有這件事情嗎 沒有聽說 那因為姊姊黨的這個部分 這個你知道是誰撿的嗎 那你知道說這個英黨 被姊姊你知情嗎 我後來有向當事人取得問說 可不可以提供 但是我想 是不是等一下 在沒有錄影的情況之下 可以播放給大家聽 因為裡面有涉及 女生苦苦哀求的部分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內容 並不適合在媒體上面播放 所以大家如果希望聽完整音檔的話 是可以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涉及到家暴的範圍 真的不是很適合在媒體方面來播放 所以這個音檔剪輯是委員剪輯的嗎 這個就是得到授權的部分 因為我就說了嘛 不是林小姐提供給我的 也不是劉媽媽給我的 那是其他的朋友提供給我的 那她有授權給我一部分 能夠播放出來的內容 那至於劉小姐的部分呢 那如果大家要聽的話 我也有取得相關的授權了 那但是我覺得那個部分 真的真的你們等一下聽 是不適合在媒體上面公眾去播放的 那有涉及到蠻嚴重的這個家暴的問題 所以我想等一下我們的錄影機關掉之後 我可以給大家聽41秒的檔案 但是我真的希望涉及到家暴的部分 請大家就是基於對一個女性保護的立場 那不要播放 那其實裡面沒有多餘的內容了 所有的內容裡面就是杜秉承他說的 要殺他全家的部分 沒有更多的資訊了 也沒有提到什麼是不是有外遇等等的 這些資訊全部都是沒有的 所有談話的重點就是要殺他全家的部分 等一下我可以證實給大家 昨天王毅川有爆料說徐家有這個樓梯 所以其實就是不只平面還有二樓或地下室 也就是說不是三人之一平 那個地下室就是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 王毅川可能沒有做過生意喔 那個地下室就是倉庫 就是說我們像我們禁貨 比如說我們可能會禁像是筷子有沒有 或是面紙有沒有 它都是很大箱很大箱的 那我們不太可能擺在17坪的店面裡面 那是絕對擺不下的 所以那個地方就是倉庫 而且非常非常的髒 是沒有辦法住人的 對所以那個地方就是我們家的倉庫 所有的包含是筷子、面紙、碗盤、餐具 那就是都是放在這個裡面 那我們實際住的面積 那就是在我所畫的那個地方的小區域 那當然旁邊還有一個走道 那我有看到有人去把我的走道 跟我的房間混為一台 就說你明明那個地方可以放電子巾 你怎麼會說是一坪呢 可是我當時說的就是我的房間的部分 就是大概一坪左右的空間 對所以地下室的部分 完全就是作為倉庫去做使用 只要認平是有一點點做生意經驗的人 都會知道 所以我不太知道沒有過生意經驗 沒有過底層經驗的人 從小到大養尊處優的人 憑什麼對我們這些在基層 從下往上慢慢一步一步往上爬的人 指手畫腳呢?